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它的藤子 它所绑的 它有非常好的架构在里面 不过是前辈的智慧 所以他们做的就是那么的精工 已经差不多150多年的历史 从来没有养殖那么大的水 也没有淹水 希望透过这次的采收季的时间的订定 之后我们正式来采收 那个品质其实就可以达到 那个我们一定要求的12度 13度的水准 我们赌赢了3亿5千多万的文旦 我们花年的文旦龙 是对消育者能够交代 这时期 我在日本人就把我们的同屋的权利 部落大屋的权利全都要削弱 到了郭敏将府的时候 把这个行政组织 在整个行政座位 部落的硬座 有一些些被取代 部落穿风风化 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 好 新闻开始就来关心台东 金风嘉兰东侧永久屋 举行的给令家族头目的登基仪式 原本担任头目的哥哥 因为部落三年前 交遇了莫拉克奉灾的重创 期待可以整合 而大哥希望将重整的工作交给弟弟 于是就交头目的位子交棒 要给弟弟 不过这样的方式 在排完族的社会是很少见的 但是给令家族表示 这是经过部落长老共同协调的结果 也被大家接受 主要是希望新接任的头目 可以凝聚大家的向心力 努力的为部落来处理事务 给令家族头目登基仪式 在家族勇士的名腔下开始 新任头目从亲人手中接下传统头目配刀 头帽 穿上背心等等 再从主任的手中接下证明 而在登基仪式前 主任相继前往头目家进行纳购 凡 小米 动物 酒 阿百等等 一个都不能少 给令家族在莫拉克风灾中 房屋几乎被洪水冲回 如今全部被安置在加兰东侧的永久屋 排完族头目传承逝才世袭 本来是应该有大节继承 因为外驾汉人才把头目位置交给大地 后来因为部落重整的声音大 尤其家族的向心力 以及为部落处理事务还有面对 头目传统文化的示威 都期待建立头目的文化制度 已知在部落长老和头目家人的开会同意下 由在京丰相公所担任名政客长的弟弟接下 期待家族风华再现 在交接仪式中大姐欣慰地掉下眼泪 日治时起 在日本人就把我们的头目的权利 部落干部的权利全部给他削弱 到了国民政府的时候 把这个行政组织在整个行政座位 部落的运作有一些些被取代 部落传统文化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 面对这种由部落长老共同协调 以及头目家人同意的哥哥交给弟弟的方式 虽然在排班组社会是很少见 参与登基的其他家族头目表示 因为血缘关系是可以接受的方式 虽然这个哥哥他不愿意再担任这个角色 但是因为我们是从血缘的关系来去传承 那他的孩子他们有没有机会再回来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新的讨论的一个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登基仪式由天主教神父主持 比鲁头目也认为因为社会的变迁 文化的融合也是被接受的 现在我们原住民大部分都信教 那用这种心灵跟文化同时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是可以的 也是我们文化传承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 基林家族在摩拉克风灾中 头目和主人的房屋全回 如今他们全部被安置在加兰东侧的永久屋 基林这次头目的传承仪式 也象征着基林家族的重新整合 记者卡扎菲亚台东金峰采访报道 好继续要来关心的是 行政院成立蓝宇灾后重建小组 目前在环岛公路的土石流跟石头都清理得差不多了 不过在野营部落的居民却是抱怨连连 因为台风造成永兴农庄附近的出现大山崩 大片的落石就掩埋了亚美族的主要作物 芋头田 地瓜田 就连水源地也被土石掩埋 农作物全部都泡汤了 但是都还等不到乡公所来清理 不过乡公所表示 必须要先处理环岛公路的摊坊填补的工程 才能够来处理部落崩山的土石 让野营部落的居民很无奈又着急 一眼望过去大片的绿色山林 中间有一大块空洞 就是受到这次天平台风造成的大山崩 而其实一大片的落石就直接硬生生的落在居民所种植的芋头田 地瓜田 汉芋以及供水给芋头田的水源地也被土石掩埋 农作物根本就无法继续种植 居民期盼乡公所能够尽快派中继线来清理落石 六天没有一个单位去关心我们野营部落的灾害 那如果今天被冲刷掉 可能要发很长的时间 要一年或两年的时间 去维系这样子的那种经历 然后整治 很多的村民就是一窟无泪 希望说上期单位可以给我们多关心 多关心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唯一可以种地瓜的一个地方 相公所则表示原本是要先将环岛公路的多处摊坊清除 才可以再进行下一步就是将山崩的土石清除 我们在这次为什么还没有去做这个动作 是先把我们环岛的那个公路全部先清通 畅通了以后我想再经过我们重建小组来现康以后 如果有经费的时候我们就会办理 这个受灾的农地流失的部分的清除工作 相公所也说最快也要一个月以内完成清茶 但也迎部落居民说相公所动作太慢 没有在第一时间内解决 因为居民就是靠这些农作物赖以为生 只要无法继续种植就没有饭吃 期盼相公所能用最快的时间来解决 记者阿里南克苏南下马里达森台东蓝宇采访报道 天平台风重创蓝宇目前正在积极的重建 不过这次居民也发现说强风造成许多铁壁屋的屋顶被掀起来 但是其实亚美族人的传统地下屋却一点损坏都没有 老人家就说蓝宇因为四面环海一年四季都有强劲的风势 冬天要面对的是东北季风而夏天要迎接西南气流 所以亚美族的长辈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兴建半血式的地下屋 这是亚美族的传统智慧 而的确在这次天平台风严强通过蓝宇的时候 地下屋毫发无伤 实力地把被掀开的铁皮屋敲起来 重新再做一个全新的屋顶 这是这次天平台风蓝宇每个部落都有的问题 就是只要是屋顶是铁皮屋盖的都可以看到被掀开来 但是传统地下屋都没有一间受损 老一辈的说因为蓝宇都是属于一年四季都有强劲的风势 例如冬天有东北季风夏天西南气流 所以老人家都在找适合的房屋来居住 发现传统地下屋也就是半血居最适合 血屋在里面所有的材料 还有它的藤子 它所绑的 它有非常的好的架构在里面 那它一来它那个有伸松的 所以不管左右前后 当然它会动 但是因为这个是前辈的智慧 所以他们做的就是那么的坚固 已经差不多150多年的历史 从来没有两只那么大的水 也没有淹水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却认为地下屋进出太不方便 所以盖铁皮屋房子高一点 即使台风来了被掀开了就再去修补 就是不愿再回到地下屋居住 目前传统地下屋在蓝宇指剩下野营部落有48户 已经习惯这样的模式 长辈不会逼新生代一定要住在地下屋 就是期盼不要被破坏 这次台风也让新生代知道 蓝宇真的比较适合居住在传统地下屋 就是要防射低一点 接下来哪个算 小马里达森台东蓝宇采访报道 鞋带院主城蓝宇就在重建小组 积极地在重建蓝宇 不过大家似乎也忘记 其实在8月初的舒拉台风 更是重创了花莲和平春的河中部落 土石流就掩没了40多户的住户 许多人无家可归 花莲县政府动支了4800万元的灾害准备金 来办理民众的安置 以及天然灾害救助金 及灾害抢修的工程 不过其实后续重建的经费 还是很庞大 而花莲县长傅昆奇 他就率先捐出了自己半年的薪水 100多万元 要来作为河中部落重建的工程 并且交给红十字会来处理 把六个月的薪资再次的捐出来 捐给这一次舒拉台风所造成 休林乡重创的这些灾民 他们离家的时候是逃难的 惊慌的逃难过程当中 土石流冲到他们的家里面 他们躲在屋顶上 整个所有任何的细软 通通没有带出来 身上也没有任何的零用金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至少两到三年才能够对他们永久的安置 才能够做好一个清楚的规划 花莲县长傅昆奇表示 秀林乡和平村的重建 还需要花上大约三年的时间 看到中央这次这么努力的来重建兰宇 花莲县长傅昆奇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了 舒拉台风受创严重的秀林乡和中部落 也期望未来重建的过程 有更多人可以继续的来关怀和中部落 接着要来关心的是 8月份台湾真的历经了舒拉以及天平台风 许多看天吃饭的农民都赶紧忙着采收农作物 抢多少算多少 不过今年在花莲、赫岗、乌拉利部落的文旦农 他们不再抢收了 因为往年为了避台风抢收的文旦 其实甜度不佳也影响买气 今年他们决定一定要等到9月 文旦品质最好的时候采收 而这次的决定也让他们顺利的通过了台风的侵袭 文旦没有受到影响 而现在正要采收 文旦农也估计说今年的买气会提升 检采是开始 在乌拉利部落的头目 牧师共同剪彩下赫岗乌拉利文旦采收剂 以及文旦形象馆正式启用 现场还特地发发每个人10公斤的包装箱 不但可以体验采收文旦的乐趣 还可以免费把文旦带回家 对采收幼旦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 然后第一次来这边很开心 就刚好就是来花莲游玩 然后经过鹤岗 鹤岗 然后就是刚好有这个活动 希望透过这次的采收季的时间的订定 之后我们正式来采收 那个品质其实就可以达到 那个我们一定要求的12度13度的水准 乌拉利部落文旦采收季 居民还特别召集了 山石部载云文旦的搬运车 浩浩荡荡从部落出发 绕行瑞税乡人口密集的市区 宣传乌拉利的文旦 已经到了采收产销的时期 车队行经之处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而8月份历经了舒拉以及天平台风 花莲瑞税乡赫岗文旦 原本应该要在每年9月采收 但是因为往年台风前夕抢收文旦 文旦的甜度跟品质都不好 影响买气 今年坚持文旦的品质 台风来的时候不提早采收 索性只有少量的落果 文旦农心很感恩 今年将友好收成 同时品质也保证是最佳的 结果我们赌赢了 第二天大事又报道 我们赌赢了三亿五千多万的文旦 其实这个教训就是希望让我们前台湾的消费者知道 我们花莲的文旦农是对消费者能够交代的 进入采收的季节 赫岗乌拉利部落的文旦农 也开始要忙碌的采收 预期今年会有很好的买气 接着法务花莲瑞税采访报道 接着要来关心失联三田的大鹏航空空照机 昨天上午收救人员进入空照机的迫降点之后 找到了三名机组员的遗体 而飞机也因为受到强烈撞击 多处严重受损 而三人的大体也已经运送下山了 二号一早搜救队员就搭乘直升机 飞往花莲与高雄街界山区 前一天确定的大鹏空照机破降点 当地地形十分险峻 将近60度的斜陡坡 到处都是密林灌木 因为地形相当险恶 搜救人员只能先在200公尺之外的地方降落之后 在徒步靠近大鹏空照机 它是直接插到数字以后就直接 虽然在空照图上 大鹏空照机的机身看起来还算完整 但在现场可以看到 虽然还能看见大鹏两个字 但是机头已经因为撞击而严重毁损 剥离碎裂 左机翼也明显断裂 搜救人员在正副驾驶座上 发现正驾驶薛成浩 副驾驶张明清 两人都被安全带绑在机位上 而空拍员钱玉昕 则是在机舱后方被仪器压住 三人都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旁照员那一位 因为他被一些座椅压着 那有一些被一些机身 变形的机身卡住 所以后车那位 我们破坏时间比较长一点 那正副驾驶的部分是被安全带 跟座椅压着 那我们稍微破坏一下 就可以把正副驾驶拉出来 从现场状况来看 当时这架飞机迫降时 受到的撞击相当猛烈 不过三名机组员都没有掉出机外 大鹏空照机所在位置 就位在高雄和花莲的交界 拉库英西山屋附近 海拔将近3000公尺 地势险峻 也让搜救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而这三天的搜救行动 原本才因为空拍到完整机身 让大家燃起一线希望 没想到最后 还是传来令人哀痛的结果 记者综合报道 大鹏航空侦兆机失事 三名机组员全部都罹难 尚无法医相验大体 家属就质疑说 在搜救的过程是否有疏失 让三名机组员都没能及时的被抢救 国售中心第一时间 以航管雷达和帐管雷达来交叉 判断搜寻 但是最后飞机失事的地点 却是飞机紧急定位发爆器发射出的讯号最接近 引发搜救过程疏失的质疑 而民航局也特别的表示 根据经验 紧急定位发爆器的讯息并不精准 因此才会以航管雷达跟帐管雷达优先 而这次搜救任务受到天后和地形的影响 格外的困难 国售中心认为 搜救的决定并没有错 在首尔举行的IBAF世界青棒锦标赛中 中华队在9局下 靠着一级再见安打 以6比5逆转胜 弃走了加拿大 取得了第二胜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带您来关心 Cos you know I understand Just how you love it You know what I understand Combin'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Your love Combin'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Combin'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It's like you got me living so hard 啊 耶 啊 也没有留言 也没有问一场 不要问我想要做什么 我只是想要结束 我 对我的手都会有错 对我的手都会有错 然后没有谈恋爱 就觉得难过落后 告诉我要怎么可以 把坏速无法保免 自己学习成长学习 你一直存在我的心中 永不会失落 原住民族电视台正案活动又来咯 只要您对原住民族社会够了解 想要记录原住民族 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就可以参加这次的正案活动 即日起到9月28号截止 正案详细资格请上原市网站 或查询02-2631-8100-1983 我们下期再见 和大家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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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家再见 新闻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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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用的20公斤桶装瓦斯 每桶将贵50元 创4月以来新高 按比例涨 所以一般都是20公斤吗 20公斤就是这次涨50块 除了桶装瓦斯外 气价调整也将工业用 每公斤调涨2.5元 车用液化石油气 每公升调涨1.3元 至于天然气部分 中有一公式计算 9月天然气价格 原本应该涨19.98% 但为了配合政府稳定物价 因此决定这次不调涨 接着陈小青 陈信龙台北报道 连蔬菜也涨价了 因为天平台风过后 各地的蔬菜价格飙涨 一把青葱价格就比一个便当还要贵 现在吃菜可能比吃肉还要贵 一公斤上等青葱就要360元 清兵党立法院党团 今天就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 根本就无力控管菜价 自年来光是蔬菜平均价格涨幅 就高达52% 农粮署则是解释说 是因为台风来袭 农损再加上预期抢购的心理 大家才导致菜价飙涨 而且叶菜类负根耗食 至少两到三周才能够采收 农委会适时会释出冷藏的蔬菜 以平稳菜价 好继续来看的是国民年金保险 开办至今已经快四年了 不过其实许多原乡地区的族人 还是对国民年金一知半解 平东县政府社会处就趁着星期天 族人上教会的机会前往宣导 趁着周末部落族人 聚集在教会做礼拜的机会 国民年金服务员前往教会 做国民年金保险的宣导 由于国民年金保险 把大部分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的人 采用强制纳保 并主动激发交款单的方式来处理 但实际的保险内容 族人却一知半解 缴费意愿低 不过在经过服务员的解说之后 即便在经济拮据之下 开始有族人计划缴交保险被 政府的一些服务人员 告知了说 如果说在我们的收入上 或有起冲突的时候 也可以采用很多的那些 他会帮你算一下那些 分期付款的方式 或是减免的方式 很多的管道 要缴钱的话 这个稍微叫我先生少喝一些 根据屏东县社会处资料统计 全线有13万人 应缴纳保险金 而9个原住民乡 有11600多位 但实际缴纳人数 只有两层 约2670多人 远低于非原乡的四成 服务员表示 除了对国民年金的认知不足之外 主要还是经济状况不佳 与欠缺未来生涯的规划 他们的缴费率 是没有那种 未与筹谋的一种观念吧 我想应该是这样 还有他可能他的认知不同 他对国民兵的认知 可能也是不了解也有 不过假的 如果知道了 愿意缴费的还是有 我们碰到的情形 有很多都缴费了 服务员也表示 国保除了在65岁时 勤灵老人年金以外 也提供了身心障碍年金 遗属年金 乡藏给付等 给付的权益 如果族人在 给付保险金上有困难 可以自乡镇公所来办理 分歧与洁免的手续 来保障自身的权益 接着各社 评论码交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看的是 为期三个星期的 伦敦帕拉林匹克奥运会 29号揭开序幕 除了开幕式 跟夏季奥运一样 精彩绝伦敦帕运 堪称是1960年以来 规模最盛大的一次 总计有来自164个国家 超过4000名的运动员参与 因此选手村里头 就有一个后勤单位 特别的忙碌 那就是帮选手修复 各种易支 轮椅 等等辅具的维修中心 此外在英国队 也有一位相当特别的 学队按摩师 他本身也是身障人士 一出身就没有双手 不过他还是可以用脚来带手 轻松的帮选手们来抒压 按摩师讲求的就是手镜 但是对于一出身就没有双手的肯特来说 就得立想办法 他让接受按摩的运动员躺在地板上 然后为自己准备一张特制的板凳 只见他轻松地用脚掌按压 涂抹按摩油 然后再靠脚趾脚跟施力 帮运动员一一松开紧绷的肌肉 今年50岁的肯特跟全球数千名受害者一样 是因为母亲在怀孕初期服用止处药物杀利麦豆 导致一生下来身体就有残缺 尽管少了双手 但肯特还是一直梦想成为专业的按摩师 他克服肢体上的障碍 一场疏愿 还在三年前顺利拿到运动按摩师的专业执照 在夏季奥运期间 他就已经上阵服务 而且颇受好评 很多人都指明要他按摩 另外英国帕运铁饼选手德瑞克 只是赶在比赛前来到位在选手村的辅具维修中心求助 工作人员花了半小时就解决德瑞克的心头大患 修好他一满英国国旗的双腿 这个维修中心是由德国知名辅具厂商提供 今年他们带了重达13吨的装备 一万五千个零件来到伦敦为参赛选手服务 为了跟来自全球各地的选手直接沟通 水团的八十名技术人员 能说二十五种语言 每天至少解决一百五十件疑难杂症 有了以上这些贴心又专业的服务 四千多名帕运选手将没有后顾之忧 只要全力充斥争夺奖牌就好 记者陈秋梅报道 好继续来看伦敦帕运带来的好消息 中华队第一个奖牌出来了 这是来自柔道世家的李凯玲 她在女子四十八公斤量级拿到了银牌 她先后击败法国和巴西选手连床两关进入金牌战 可惜没有延续连胜的气势 决赛只拿到一次有效 而德国选手布拉锡格则是取得半胜的优势 最后李凯玲驱居银牌 李凯玲第一次参加轮吞帕运 在女子柔道四十八公斤量级中 就为中华队拿下了一面银牌 而优衣的表现也立即获得总统府贺电道席 好继续要带你来看的是在首尔举行的IBAF世界青棒锲标赛 二号中华队在九局下靠着商办舒志杰集出了一支再见安打 让队友近本磊以六比五弃走了加拿大队 在加拿大先发投手压制下中华队前四局难以得分 一直到五局下中华队在满垒的情形下 三号中华队挥出两分打点安打将比数追成二比五 接下来中华队在第八局再度靠着陈玉明杨家伟的安打得三分将比数追平 在接下来在最后九局下一棒李中贤撕坏球保送上蕾后 二棒三御兵牺牲短打将他推上二蕾轮到三棒的舒志杰打击 三棒舒志杰将球打到左中外野的中间三不管地带 这支再见安打让中华队以六比五逆转打败加拿大 这场比赛中华队从一开始落后到逆转胜选手表现实在精彩 目前为止中华队的战绩是二胜一败 在预赛B主与日本巴拿马并列最佳 下一场比赛将在三号的下午一点对上巴拿马 记者综合报道 好继续回到台湾带你来看花莲县原住民高尔夫球协会举办的比赛 希望可以培育更多的人才 这一次就出现了一位连锦九岁的选手跟大人一起来较劲 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在陪他 就是希望他也能够在高尔夫球的运动更专精 高尔夫球运动讲求准确稳定 击球的同时更是需要动动脑 借由高球运动增进彼此友谊以及锻炼思考能力 从17岁开始就当起了甘地的游天福 后来也参与了高尔夫球职业赛 因为运动伤害之后 现在转而从事教练工作 9岁的女儿就是他亲自调教出来的高球选手 17岁的时候那因为打工的关系才接触高尔夫 对做甘地 那当地的这个培训队的教练就叫我打打看 那他就送我一支推甘 然后就开始接触高尔夫运动 一直到现在 是预计在今年开始让他慢慢接触一些小朋友 宏击的一些比赛 教练说高尔夫球运动需要爆发力以及肢体协调性 其实高尔夫球对于小朋友或是有兴趣的民众而言 入门并不难 我是有一点希望就是在原住民的同胞里面 能够产生出更多更多的职业选手出来 尤其在目前像我小三小四这样年纪的一些选手 能够开发更多的选手出来 因为我觉得在原住民里面 这是非常需要协调性跟爆发力的这个运动 那在原住民的身上不乏发现这些特性 所以应该能够有更好的一种发展 不过来打打看起来很好玩就就开始打球 三岁就接触了高尔夫球的游信尾 这一次是他第一次比赛 也不会因为是跟大姐姐们比赛而缺场 而相较于各类的运动当中 目前在高尔夫球项目里 由于族人接触较少 高尔夫球培育的人才相对的也比较少 举办这次的比赛除了推展高尔夫球运动之外 更也希望能够栽培出高尔夫球人才 记者改造花莲市采访报道 好台东爱心菜饭陈树菊 他昨天刚刚从菲律宾领取了2012年 麦格赛赛奖回国 上午马总统在总统府会见他 赞扬他的精神 陈树菊今天下午将要把他领取的 5万美金奖金 全数都要捐给台东马街医院 来盖医疗大楼 马总统今天接见的时候 除了再度的肯定陈树菊的善举 两个人也闲话家常 聊了陈树菊这次去菲律宾的经验 总统还准备了一条项链送给陈树菊 而陈树菊则是回送总统菲律宾著名的芒果干 花链线部落亮点服装设计竞赛一号 举行成果发表会 十位的设计师中 有一半还是在学的服装科的学生的作品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带您来看看 没有爸妈陪的夏天 你想怎么玩 给你一个地址 一点点的旅费 加上未知的任务 你敢挑战吗 好玩又刺激的 暑假就这样玩又来咯 跟着我们一起当少年美猫客 过个不一样的暑假吧 现在马上到原诗网站回答问题 就有机会获得精美豪龙 还可以抽台北马公来回计票哦 想知道更多信息 赶快上原诗网站查询 到国家音乐厅是一个 我做原住民的一个梦想 我们在里面也唱了很多的传统歌曲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不错的经验跟机会 透过这个音乐剧 把男王音乐的高度拉高 一开始也没有分什么剧场导演 或是一片导演 但是他有可能在影响结实 没有 就这个东西对乐团来讲会是 不好 就完全不同的思考都起 说实在双导演是很难 我很不喜欢的一个状态 永远就是谁是最终的 就是谁做决定 片段就好 不行 那时候他们不会急心 19号我就要完成这排 这边就是给他一点 新兴的画面就好了 其实大家还是七嘴八舍 管好自己的部分 没有学一整天都是很紧张 所以一定要持安眠又住眠 他们一定要学校那边 一定要进攻下 这东西真的都要抓紧的一个 我们需要大家留一点时间 好好的检查一下 我们唱的到底对不对 你没有听吗 我再给老师那个form好 还是他给你他就好了 乐团把它设定一个框框 然后叫他来很规矩 就是唱的 我觉得有点违反他的原来的意义 那算拍子 以前我很少算拍子 就是很自由太自由 我们从头到尾就只有这个 就一张图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们的期间计划 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直说好了 我甚至觉得这个直说 根本还没开始动 做音乐这件事 我一直不希望给自己 有那种文化的使命感 很多歌是在他们生活里面 可是后来慢慢的都跑到舞台上 很多东西都不见了 原住民一定要在这种地方唱吗 在这边唱的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快乐地唱歌就好了 好 继续回来带你来看的是 有一位出身南投信义乡布农族的旅美女医师田之学 她完成父亲的遗愿 著作了一套布农族的童书绘本 而信义乡长就认为说 这是一本值得推广的文化教材 所以就跟信义乡农会合资购买了200套的童书 要赠送给乡内的21所郭忠小 小朋友认真地看着这本有图文的绘本书籍 这是由旅美的南投信义乡布农族女医生田之学 为了完成爸爸的遗愿 出版了一套布农族的童书 以布农族传统文化以及故事为主 由于叙述的是布农族的文化 信义乡长认为是一本值得推广的文化教材 于是乡公所跟农会合资购买了200套的绘本 要捐赠给信义乡内的国中小学 田医师他有用这样的方式 用绘本的方式把一些比较简单的 历史的一些故事或是一些的传说 能够透过这样的绘本的方式 来传达给我们的学生 我是觉得这是相当的难得 我先生就很喜欢做那些 好像学一些原住民的生活 他每次只要一回来的时候 他会跟他的爸爸去哪里去哪里 研究那些我们布农族的文化 所以他就觉得他爸爸很可惜 因为他爸爸写了以后没有 没有主板没有做什么 他就把这个 后来他就把这个写写完这样子 这四本一套的童书内容 都是作者田之雪依照父亲过去 所告诉他有关布农族传统生活 文化风俗竞技以及各种传说的内容编著而成的 并以图文的方式来呈现 主要的对象就是国小的学童 小朋友也觉得绘画很特别也很容易了解 连飞原住民级的学生也很喜爱 这个比较不一样啊 你觉得不一样吗 他用就是用儿童的 就是用让孩子 让那个小朋友看的方式来做 我之前看的那一本是用大人的方式啊 对啊 所以不一样 你喜欢这个书吗 蛮喜欢的啊 这习俗里面有一个内容就是说 女生不能去打链 那这本书就是在叙述说 为什么女生不能去打链 然后这本书里面有详细介绍吧 那你觉得有道理吗 有 没有 有没有跟上你了解这个布农族的来话 有 200套绘本将会分送给新一乡的国中小 共有21所学校来当作乡土文化教材 期望小朋友对布农族的文化 可以有更多的认知跟学习 记者弄南投信义采访报道 好 另外太亚族的钢琴家黄康 上周末他在南投埔里的艺文中心 跟布农族的传统乐舞合作演出 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太亚族钢琴家黄康 9月1号在埔里的艺文中心 与来自仁爱乡中正圈布农族部落的 传统乐舞共同举办了音乐会 让观众欣赏不一样的表演方式 结合着像黄康这样的外地的 从国外回来的小朋友 让我们的部落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团队 他们的那个程度能够一起带上来 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做比较不同的尝试 然后吸引不同的观众 然后我自己可以发展原住民的音乐之外 也可以让这些观众层 他们也可以听到古典音乐 新一乡的李亮之声 合唱团以布农族传统歌舞揭开序幕 再有教会的青少年合唱团 以及部落艺术表演团队等 与黄康钢琴独奏交叉演出 黄康除了弹奏古典钢琴乐曲外 也弹奏了具有原住民曲风的泰雅名奏曲 以及原住民钢琴组曲作为压轴 前往聆听的族人认为很特别 原一乡的音乐能够再赋予新的生命力 我觉得这是蛮难能可贵 这场音乐会结合部落表演团体精湛的演出 也让人有耳目一新的听觉享受 记者No 南投狐狸采访报道 好 另外传统的口黄琴 如果加上电音会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带你来看看阿美族的音乐人刘正义的发想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个是怎么样子的一个音乐的乐器 这是一个口黄琴 没听错吧 这么大片的竹子要制作成口黄琴 非但如此 这个另类的口黄琴还有所谓的音阶 我想要做成一体六 六个音阶 六个音阶 不同的音阶 对 那音阶从什么地方可以做判断 判断长度 长度 从长度可做音阶的调整 世光商业精密 刘正义一体六音阶的口黄琴 暂时不公开所有的制成 而猫哥口中的口黄琴 竹片一体成型制作而成 没有使用铜片 相对的制作的手工也必须要更为细腻 否则容易断裂毁损 错号猫哥的刘正义 也开始着手口黄琴的制作教学 我是布农族 那你自己怎么想要去touch到这一块 这个哦 其实我就是跟 跟老师嘛 对啊 然后因为它有从流行长到那个传统 我觉得这点还蛮创新的 石头二人本身就是流行乐团的主唱跟吉他手 不过电音加上口黄琴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火花呢 你在口黄琴里面看到什么样的价值吗 有 这就是台湾文化 果然让人为之一亮 口黄琴套入电音风格相当独特 身为阿美族的音乐人刘正义 就是希望用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乐器 结合电音 在台湾的音乐市场 打造具有台湾在地文化的创新音乐风格 记者巴罗阿力 桃园炉坛采访报道 好继续带来看 行政院人民会举办的土木工程 短期培训班在高雄市开课了 原住民族土木工程技术专业培训 一招生就报忙 甚至原本北东南招生100名 但是几乎都是超过原定的名额 在考前开设短期的培训班 加强专业的科目 让有心报考的学员 也能够如同在补习班一样 吸收到更多的专业资讯 好 镜头要带你到花莲 花莲县举办部落亮点服装设计的竞赛 以县内六大族群为主题 来创作各类的文创产业 一号晚上举办了成果的发表会 有十位的设计师当中 就有一半是还在学的学生 在清新可人的原住民甜心美眉的表演下 活动揭开了序幕 持续推动部落亮点计划 强调原住民文化创新 再利用的花莲县府团队 特别举办部落亮点服装设计竞赛 并且在九月一号的晚间 进行成果发表 我们把一个静态的活动 跟动态的活动结合在一起 走这个今天这个长达42公尺的伸展台 来表现我们花莲原住民 在推广这个文创产业的一些努力的成果 为顺利发掘栽培原住民服装设计的新秀 提升原住民服装设计的水准 举办服装设计竞赛 这一次得奖的服装设计师 也有学生的作品 我当初设计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说真的 不是想说把六族的东西可以合并 载起来做一套拉拉队的衣服 设计里面就是希望融合一些 像现在年轻人 一些食物的元素 然后在 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青春的元素中 融合一些原住民的元素 收购严格美姿美仪训练的甜心美眉 展现自信走台步 完全前世各项兼具创意及美感的设计服装 而这一次竞赛主要是以花莲县六大族群为设计主题 不少设计者在作品上注入时尚元素增添质感 同时也凸显出各个族群 在文化及各个工艺独有的艺术内涵 这次改造花莲室参考导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两个部落 一个是大湖旁边阿美族的陈南部落 另外一个是大海旁边 Takitaya族的激起部落 说到陈南部落 他们最近在发展一个非常特别的产业 那就是树皮的工艺品创作 每周五晚上十点 王鸿恩的陈南部落风 带你放轻松 呼呼呼 后,室友会称呼呼 这个人是大海族的陈南部落风 他会变成的陈南部落风 他会变成的陈南部落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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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